1. 哄生气的另一半吗 2. 你的月消费水平如何 3. 你是一个浪漫的人吗 4. 在婚后的收入怎么支配 5. 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6. 对方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来 每个人选择两道问题来问对方 女士优先 第一道题 会主动哄生气的另一半吗 他不会哄 他是一个小的一个挺内向的 男嘉宾请回答 会 下一个是 你是一个浪漫的也吗 我觉得他不属于会浪漫的那种男人 你是一个浪漫 是 怎么浪漫 浪漫吗 玩手漫步临间小路 幸福百年你我 您觉得这叫浪漫 这叫浪漫 这算个小浪漫吗 算 算一个 会跳舞吗 不会啊 跳舞跳舞 我跟你学 那现在就跳一下 教一下 冷我腰 对 冷我腰 我麦子 这不跳挺好吗 我让我跳 我让我踩小了 你好 你好 他能踩上点 点都在你俩心里 我觉得他俩跳得挺合拍的 因为我了解那三步是怎么跳的 很多人教我 他们为了找舞伴 其实我就是学不会 下面给男士问了 第二 第二道 你的月消费水平 一般吧 正常消费 因为什么我不经常买衣服 对不 也就换季的时候买衣服 平时正常生活标准 也就一千五左右吧 这不算高 好 您感觉我们女嘉宾的 这个生活水平和您的要求 和您的生活水平相当对吗 差不多 好 你选下一道问题 第五条 第五条 我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我觉得我挺为友善良 您现场给我们温柔一下 我们男嘉宾白天去打鱼了 回来之后我们女嘉宾饭餐也做好了 那男嘉宾有点累啊 看看您怎么样让他感受一下温柔 消除一下疲惫 我跟下脱了 媳妇出来了 媳妇过来 我愿意过来干嘛 你今天干什么去了 你不过去 过来来 三活没干 哎呦 这怎么的呢 你是不是很累啊 今天干多少活 你这家是不是这么干净 来了 我给你揉呗呗 来来 这怎么成了她安慰我了 那咱就不管了 您俩夫妻俩的日子 那跟咱们很没关系咯 咱们日子别人看来啊 好的 她指定对这个女嘉宾有点行动了 行 我给你帮我揉呗呗呗 哎呀 太舒服了 你真是被老头上扔了 哎呀 太好了 老公啊 真灰 哎呀 真好 哎呀 吃完饭我陪你帮解决啊 好嘞 行 老公 你真好 行 老公 你真好 其实夫妻之间就应该这样啊 有来有往 虽然咱男嘉宾可能不太擅长这个言词 说一些比较接地气的这种话啊 但是您的动作一来了 其实也挺解决问题的 来吧 二位 请到我身边来 我觉得二位啊 今天的这次约会 咱男嘉宾收获挺多 改变了不少 看到了也很多笑容 我希望呢 二位也做出最慎重的选择 给二位一点时间好好考虑一下 来 有请女嘉宾稍坐休息 总之来讲就是性格很好 咱们男嘉宾呢 已经与我们两位女嘉宾 约会结束了 那现在呢 大家心里边也有自己的谱啦 那现在要请出 我们二位女嘉宾登场 我想问一下咱男嘉宾 心里边做好打算了吗 做好了 好 我们两位女嘉宾呢 您做好打算了吗 做好了 您心里边也有数啦 好 我把这朵 象征着爱情的玫瑰花交到您手上 三位呢 请背对背站好 数完三个数之后 如果您想与背后的她 继续了解的话 就请转身 您就可以送出您的花了 好吗 好